警方保護權貴保護法 毛黃李旺陽被自殺 約有10名社民聯成員在荃灣裁判法院外 聲援日前被指觸犯公眾地方防擾罪 而被警方拘捕的社民聯副主席吳文遠 他們首持當日吳文遠投擇印有民運人士李旺陽的T恤 抗議警方在事發半年後才抓人去政治檢控 顯示身份的便衣探員或軍裝在胡錦濤車隊到達前被強行搶走 現在警方用這些莫須有的罪名 就說因為我扔了這一件李旺陽T恤 所以就構成公眾滋擾 六個月後來檢控我 很明顯就是律政司特區政府 濫用警權和司法制度來打壓我們的示威人士 吳文遠在6月29日 國家主席胡錦濤訪港期間 向胡錦濤車隊投擇印有民運人士李旺陽的T恤 他在事發半年後 才被指行為涉嫌干犯在公眾地方犯的防擾罪被捕 社民連成員質疑抓人的目的是打壓示威者 和為剛剛上京述職反港的特首梁振英小智權威 而文遠表明不會認罪 你會做一件事 對 你會做一件事 他不是的 我想說 這件事 有件事 有件事 尤其他人